Hello 你好 我是康祺 我是有胜 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自由时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3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好消息是马来西亚的排名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但是提出的疑问是我们的新闻环境真的有改善了吗 其实在刚刚过去不久 也就是5月3号的时候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那么联合国在1993年设立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0年 但现在全世界在实现新闻自由还有言论自由方面都取得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进展 那么在很多的国家我们都看到独立媒体的数量都是有增加的 而且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信息自由的流动 但是现在媒体自由即使安全还有言论自由都是受到攻击的 而且在人权的问题上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没错 其实在马来西亚去年的大选结束之后 我相信很多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跟我们做媒体的 做节目的做内容的人一样都非常期待说安华领导的这个团结政府呢 他能够大刀阔斧的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 那么当然最关注的作为媒体人 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看到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质的跨越嘛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揭晓这一份报告了 然后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大马的新闻自由的环境呢 其实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们可以从这份报告当中得到一些线索 那这份报告就是开场提到的2023年世界新闻指数报告 是由无国界记者在近期的时候发布的 马来西亚2023年的这个指数的排名呢 从去年的113位上升到了73位 就进步了整整有40名这么多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这个指数 它的排名也是东南亚的冠军 那接下来在我们第二位的就是世界排名106的泰国 还有在东南亚第三位的就是世界排名108的印尼 以及129的新加坡 终于有一个的非常明显的成绩 是超过新加坡了 我讲出这个名字 我就知道你会接这句话 对我们还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的消息跟成就了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成绩呢 也是引发我国各界的关注 那么其中安华呢 还特别针对这份的报告 在推特上发文重申 团聚政府呢 是有决心来推动一个公正 还有实事求是的一个媒体的环境 那么我们的通讯及数码部的部长呢 法米他也是有特别宣布一件事情 也就是在2023年国家记者日前 在5月底的时候呢 政府将会对媒体从业人员带来好消息了 是政府要在媒体的环境里面落实最低工资了 OK 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对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因为这个是有关一个市场的一个的面向的问题嘛 它不是一个政策的面向的问题 不能这样 我们要至少媒体人要秉持这个吸引力法则的想法 就是希望说我们心想事成 要保持一些乐观的态度啦 对团结政府 对没错 但无论如何我们 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一些的 政策的一些的研究的发展里面 开始了解到说 政府在月底的时候 可能会推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好消息 因为目前政府是在和一些的媒体从业员 审核一些媒体理事会的法案的草案 而且也会将这个草案提呈至内阁 那么具体的方案呢 在五月底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就会披露了 是 尤其是我们通讯部长法米 近期他就也是有在国会上面有说 他其实一直都有在跟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啦 或者是企业啦 有在对话嘛 其实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 对话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开始对话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我们如果回顾过去的一年呢 老实说马来西亚的媒体真的是 走得战战兢兢也非常的坎坷 为什么用这两个词呢 先说坎坷的部分 是因为过去的一年我们都知道嘛 虽然这个政局是很动荡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有冠病疫情这个硬伤 所以媒体在采访方面 真的是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这些限制也不是说政府强加的 但是我们为了防疫 确实就诸多的不便 那么在战战兢兢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因为过去的政府 有很多的比如说威胁啦 恫吓的这些动作啦 而且动不动就警告媒体 甚至是用诉讼或者是追群 这个法律责任的这个手段 去打压媒体 所以在过去的好几年来 或者是在过去还没有换政府 我们时常用改朝换代 作为一个分水岭 这样子去判断的话 其实过去马来西亚真的是 媒体的自由实在是有很多的 这个阴霾笼罩着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哪怕是换了政府之后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期待的法律 是有被修缮或者是废除的一个迹象 那么去年其实也甚至还依然看到一些 对于媒体不利的判决 就慢慢的其实我们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就形成一种社会的 甚至媒体的寒蝉效应 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会觉得 我们这是在做一些无需的指控 但事实上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在媒体报道一些的经济的课题 或是批评政治人物的时候 政府也是曾经去施压媒体 还有调查记者的 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 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吧 反弹会的主席阿赞巴基 不是因为涉及超额持股的争议 而被记者揭发吗 但是我们看到说 后续的一些的动作 其实是他去起诉这个的吹哨者 也就是拉力塔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记者在从事一些 街坊工作的时候 会受到政府的对付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争议的一点 是 其实在媒体的工作上面 我们时常真的是会感觉到 自己走在杠所上面 因为我们时常在做很多的报道 或者在写文章 在做节目的时候 内容稍微敏感一点 我们就会担心说 我们会不会遭到对付 可是当我们开始有这种想法 我们又开始自我检讨说 身为媒体 我们自己就先有这样的一层自我审查 其实对这个月听众也是不公平的嘛 因为他们是有接收资讯的权利的 所以时常就会有这种很矛盾 然后很挣扎 走在杠所上面跳舞的这种感觉 可是幸运的是 我觉得政府其实也开始有推行一些些的 积极的发展措施 比如说政府有在努力的要增加媒体的广告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媒体公司毕竟也是要养人 养那么大一群人靠什么呢 靠广告的收入 这个跟2020年比较的话 确实是有非常显著的改善的 可是政府在过去推行的 比如说冠病疫情的这种经济振興配套当中 好像都没有办法具体的去解决 媒体在疫情所面对的经济影响 不要忘记除了人民以外 媒体其实也过得非常不容易 媒体其实也算是企业的一环 那我们也没有看到说 对于媒体有没有提供一些短期的财务援助 或者是比如说税收的优惠 短期的贷款 甚至是政府投放广告 政府来注资等等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媒体的经营 我觉得还是慢慢的一直有越来越困难的一个现象 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些的问题 最近开始也是有一些的专家 去呼吁新政府要 应该要尽快落实一个四项媒体的改革的建议 像是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媒体 停止使用压制性的一个法令 而且还要成立马来西亚的媒体委员会 和设立媒体弹性的一个基金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媒体了 而且要确保所有的媒体 在采访的时候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 而不是在政府的记者会 活动还有选举的课题上 出现一些挑选媒体 或者是体制性的一些的限制 当然我最期待的还是 政府要重新去检视 还有修改或废除压制媒体的法令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另外一个的节目 财经考问 我们也特别来到去对通讯及数码部的副部长 张明群做了一系列的一个的专访 或者是考问 来去特别提到关于法令方面 是不是应该要修改 但看上去短期内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去做废除的动作 但只是我们期待说 在他们五年的任期内 他们能够将检视这些法令的课题 是摆在他们的议程上 这个是张明群在考问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透露的这个信号 当然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也要赶快到BFM财经的YouTube频道上面去 因为我们在这一期的考问 也专门制作了Vodcast的版本 当然了解完这个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的环境之后 我们也要放眼国际 来看看这个全球的新闻自由的环境 出现了哪一些变化 在无国街记者发布的这份报告里面 他们是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做评量 那么中国其实它就下滑了四名 来到了179名在世界范围当中是倒数第二的 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是怎么形容中国 这个全球倒数第二的新闻自由度的国家呢 说它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 还有宣传内容的输出国之一 也就是说做大外宣的这个力度最强的国家之一 那么香港我想在反送中运动之后 这个媒体的自由也慢慢的一直被受到紧缩 所以今年它是列在第140名 台湾呢列在第35名 这些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亚洲的市场 那么垫底的三名呢 其实都是亚洲国家 世界上排名最后的敬陪莫做的是朝鲜 那对于独立记者和评论员的这些追捕的越南呢 是名列在178名的 所以简单而言 如果你问我马来西亚的新闻环境 到底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是有的 那么在了解完整个国内外的新闻自由环境 虽然我国的新闻自由是更加进步了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的挑战也更加多的 像是现在假信息 其实加速泛滥的情况下 对整个的新闻环境影响 都造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是 其实更严重的是 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呢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利益 在搜集他们的政治筹码 所以他们根本也不在乎这个资讯的准确度 他们总是在大规模的参与一些不实的资讯 或者宣传的活动 其实会进一步的让很多的资讯的对错也好 真假也好 这个到底是事实还是谎言都好 这种资讯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而且越听人他们的知情权 就像我刚才说的 某个程度上也遭受到了损害 那另一方面也就是网络越来越发达 所以网络上面篡改内容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就空前的动摇了新闻的质量 而且在新闻产制者的这个地位方面 在网络的平台其实也越来越被动摇 让整个新闻行业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哪怕是现在的新闻环境 的确我们有更加自由了 马来西亚的排名有在上升了 可是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 你在看新闻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也有吸收到优质的这个内容 其实很值得大家思考 欢迎大家在节目底下跟我们留言多多互动 自由时事是BFM财经为你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官网caijin.my 最新版本的BFM app以及bfm.my 还有财经的YouTube频道上面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自由时事 自由的聊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